好了,今天講第31版,7.31 現在右邊有幅圖 這架飛機的比例圖比了1.1200 如果圖中兩隻翼的距離是6.4cm 現在問你,飛機兩邊翼實際的距離是多少呢? 我們要背一背,比例尺的公式是圖像長度比實際長度 這個圖像長度,這個是實際長度 這幅圖是6.4cm,即是左邊是6.4cm的時候 問你右邊的實際長度究竟是多少呢? 換言之,你問問自己一個問題 先看看,圖的長度是長一點呢? 還是實際那架飛機,整個兩枝翼的兩邊 頂端,即是頭和尾,這兩邊會大一點? 問問自己一個問題 好了,即是實際大一點 所以實際大一點,我們就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數乘回1200倍 因為大一點,那倍大,倍大就乘,6.4 乘1200 那就是7680cm 7680cm 但現在的題目要以m,即是以米來做單位 所以我們就應該再除100 所以整條式就是6.4乘1200 再除100 那就是答案了 換言之,我們先從剛才的東西寫出來 這條式就是這樣的 6.4乘1200 再除100 就等於76.8米 這條式就是這麼簡單的,OK? 整條題目就是這樣的 整條題目就是這樣的 我學問你 可以��운데 我學問你 就等於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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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